去醫院更危險!網路問診興起! 歡迎收看3月30號新聞最正點 今天是行動管制令第13天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周冰宴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國內新聞 91人出院,再創新高 衛生總監諾西山宣布 大麻新增156人確診 累計確診達2626人 不過也有91人治癒 累計出院479人,創單日新高 超市8點,結束營業 為了加快遏止新冠肺炎 政府宣布4月1號起 超市、霸擊市場、餐廳以及遊站的營業時間 限制在早上8點到晚上8點 大家記得提醒身邊的親人 創意不調,善意提醒 一人傳染,全家島,財產全根,親戚跑 機會就是找死,朋友就是害人 為了呼籲大家留在家裡 馬來西亞各地已經出現各種創意的步調 提醒人民留在家中 生病建議電話問診 在行動管制令期間 大家若因為普通感冒、咳嗽 而去醫院看病 有可能有小病變大病 為了避免這個情況 饒冰冰醫生建議大家 先透過電話問診 了解自身的情況後 才決定是否要前往醫院看診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陳學生 你好,我是陳學生 馬上為您報導國際新聞 以縣名醫在線免費問診 京東健康推出了電話問診平台 也在網絡推出了全球免費健康諮平台 召集了在抗疫期間的以縣醫生 來提供中英雙語的免費問診 以減少大眾在外出時所增加的感染風險 意大利市長投身前線 意大利的新冠疫情嚴重 面對醫護人員短缺的問題 曾經身為護士的阿索洛士市長 米格里奧尼 已經回到了醫院 投入到醫院的抗疫工作 他也對自己所要面對的狀況 做好了心理準備 英國Airbnb提供免費醫護住宿 旅宿網路平台Airbnb星期日宣布 會提供將近1500間免費的空房 給英國國家醫療保健服務的工作人員 以支持他們在抗疫工作上 所做出的努力 無論是為了醫護人員而提供的免費住宿 或者是投身一線的意大利市長 我們都可以看到 各界的人士都在盡著自己的所能 來防疫 那麼至於我們呢 其實我們只要乖乖的待在家 不隨意外出 就能為防疫的工作 帶來很大的幫助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將會給丁彥 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來襲讓不少的行業做出改變 馬來西亞的傳統報業積極轉型 中國的醫院也積極開拓線上問診服務 希望大家都能夠調整好腳步 積極應對疫情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正點 祝你們一切平安順利 我們明天見